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僵尸末日生存指南第一集 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家里醒来啊发现周边的邻居都变成僵尸了 那么这边我们准备一下这个防护工具然后就出发 那么一把棒球棍和腰里别着的一个锤子 那么将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第一把和第二把武器用来对抗僵尸 视野锁机之处呢到处都有零散的丧失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呢是收集到足够的药品 因为一旦发生感染或者有伤口之类的话会很快的化农 这边我们潜入邻居家把窗户关好 这个电视机是一定要关掉的电视机的声响呢会也来降 那么我们来汤家呢主要是搜集这个灌过来的食品 这边这找到了一个冰淇淋 然后在他们家的卫生间呢找到了一个OK泵和抗抑郁药剂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避开大量的丧失 然后解决少数的零散丧失 一路看看能不能摸到警察局 找一些武装自己的武器 这边零散的丧失还是比较好打的 击倒以后呢对着脑部猛击 丧失呢就会死亡 这边有几只啊 问题不是很大 四五只左右 被我的这个打斗声音吸引过来的 最后一只 背方挥空了问题不大 哎呦这下差点被咬问题也不大 哎呦差了被咬了一口 左前臂被抓伤 而且有点流血 但是问题不大啊 还好不是咬伤 但是呢我们要改变一下这个目的地啊 去一下诊所或者是医院 找一点急救药品 因为这个伤口是要需要缝合的 每天两更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双击加关注来看我的直播 这就是了吗 honest欧阳 我看到我 让我们有点击多的 我们就做隔个人